哎呦你能不能大声点我都听不见 我一说加点钱然后我不啃 然后我就我就随便他当他不是来了吗 就我不知道你他也没跟你说什么吗 那你没说就行了吗 然后那我反正我 怎么了 加点钱 加什么钱 就是说房租嘛 没事反正我就处理就行了呗 他的意思是我都已经住在这了 之前之前的房租给没给吗 给了那我为什么还要加呀 哎呀他跟老龙嘛 他也很好说话的一个人 他他好说话他就也不能啊也不能都说好了 房租都已经给他了他现在又要加钱什么意思啊 他就说家里的小孩 然后老婆 然后都说嘛你有没有他电话我给他打我在脑 嗯气死我了这是什么 什么你老人不行孩子不行这不行他不行就要给他加 你加吗我加不起我加 嗯加了你加个试试 你不是温柔三年的 温柔三年的唐老板吗 那你加呀 温柔三年我就 但是他年纪比较大嘞 我温柔三年我又不是没给没给他那个是不是啊 我们又不是没有给他房租 还未租够一个月就要加租 我们我们这这是租的半年还是一年 一年 那你着急给有没有给人家房租 给了 给了 给了那我为什么还要加 没有这样租房的对不对 当初多少钱就多少钱 是不是啊对吧没合同吗 乡下的乡下的乡下的老人有什么就是 一口价了 你有写合同吗没有 就是老人吗就是很好讲话的一个一个老人 知道吧也不算是老人吧反正年纪挺大的 可能跟我我爸那样子还还还老一点那样子 那就跟我爸他们差不多是不是 比我爸年纪大一点比你爸还老一点那样子 反正下次再加也差不多那我们为什么要加吗 没有他就说家里家里的就说小孩呀 呃他老婆啊呃说就是太便宜了吗 哦 呃他因为之前是空置的吗 他之前就是没有人住吗 知道吗那他就想啊随便呃能租多少 就是租多少吗知道吗 然后后来就是他就租给我了吗 然后我钱我就我很干脆呀他跟我说道歉我也没讲解直接钱就给他了 然后就这样住下来了 然后前两天来找我了就刚才我刚才我不是看到他在这边 然后他也没跟我说这个 刚才他不是在这边你不知道那个是房东我你没见过 你没见过我还以为他会跟你说什么所以我妈问一下没事反正没到钱我自己给他 他就是他让你加多少钱吗 他说加个两千块钱我说不行你哪里这样子我还加两千他在这抢银行去吧他没有的后来我跟他说最多一千块钱就无所谓的就当他呃帮助我一样因为当时我住房子也不要你还有钱啊他也很干脆的你太有钱了嗯 你太有钱了哥姐们以后凡个要是给你们做福利我难都不带难的难他的 你是我再怎么有钱我就是钱多来花不完我也不是这么个花法呀 是不是啊对不对哥姐们加了第一次就要加第二次对不对哥姐们你们说我说的对不对 我就是有钱花不完了我也不是这样你只一个花法呀 没有那当时就是我们因为没有做合同吗就是举办你们讲一下吗 啊他自己就可以加点房租不行是不是呃送点底什么可以的是不是我之前在这个无眼呃无脚下看到他们的那个地里面有很多那些垃圾那些啥我还背着个筐去捡哥姐们是不是我到时候怕房东以为是我们丢的那根本不是我们丢的是不是我还给他捡来 那我就觉得我已经做的那个啥了呀对吧 哥姐们你们说我说的对还是不对 哎我 你们想一下 嗯 房租已经给他了对不对 嗯 我过来租都已经大半个月了对不对 嗯 然后他现在跑来要要加房租为什么要加 其实 本身说多少就多少了 但他当时就是就是我过来看一下房子我就当时就直接定下来了吗直接就是转转钱给他他也觉得我很干脆那我也觉得他很干脆就回去开房租不行了是不是 但大家我都就他也很开心呢我也很开心我也觉得没什么呃但我也觉得很便宜因为他他直接开个开个价我就直接转给他了吗 然后现在他可能他家里他回去的时候他说他家里人就住了 那嘛 不然就这个意思嘛意思就然后后来他叫我加两千块钱嘛 然后我就说后来我说你两千块钱不可能你这样子做事情了对吧 那我就那那要不加一千块钱 但是我也还没给他 还没给他 你还跟他说要不加一千块钱 顶多加一千块钱 我说我说我要跟你商量一下 因为我说我要跟我家里的女人商量一下 好过啊 好过啊 真的啊 过啊 我我要跟你商量一下 这不是钱的问题就是尊重嘛 对不对 要不要跟你商量一下 所以我就刚刚就突然想说这个事情 不能讲 我还以为他跟你说了 不能讲 等明年你还要给他加一千 根据当地行情 行情 其实他们这边就是很少人房子哪里出租的 对吧 因为没有人 没有人租房子 这边没有人租房子 因为山上没有人租房子 他房子就是空一毛不加是不是 他房子是空是空的 对吧 因为他们都已经搬到山下去了 他们都已经搬到山下去了 房子是没有人的 知道吗 房子是没有人的 所以他当时可能是想能租多少租多少就是捡的 还有人帮他看房子吗 对不对 他谁说就就很干脆租给我 租给我 然后可能是我当时太干脆了 他说到钱我就直接转账给他的 然后他可能后来又觉得我太干脆的可能 然后又觉得可能他还能多叫一点钱 我估计是这样的 不知道会不会这样子啊 有可能是这样的 但是我觉得他很干脆啊 一直很干脆 一毛不给什么 干脆 就因为觉得你也干脆 然后没有诚信 哎呀 这怎么说的 他也很危难 可能他也很危难吧 他家里人说他 我吃 可能他还以为你在这边赚了很多钱 会不会这样觉得 我头疼我真的真的 我饭都吃不起了 我快还 他可能觉得你是老板 这都是借口 对 我也不知道 这都是借口 反正上我觉得这都是借口 谢哥节目关注谢谢 对了 哎呀 我们那个是我们就不说嘛 我们干净直播间叫的闷 我们给主播点个关注好不好 哎 那你过来 我我没愿 我长得丑 你长得漂亮 你才说才愿 我来帮你我手我帮你指 直播间叫的闷 干净直播间叫的闷 哇 现在直播间有一千人好不好 一千个人 我们帮主播点个关注好不好 点 怎么回事 呃 我们给主播点个关注好不好 干净直播间叫的闷 给主播点个关注 主播待会给你们上福利 上福利 价格 福利 今天你说了算 今天今天上多少钱福利 你们说了算好不好 只要你给主播点的关注 你们要上多少钱的福利 你们说只要你们开口 我就给你删 好吧 反正反正有钱 你要加房租 他都要加 你要要两千 他还要直接给一千 我说没有你来说 来哥姐们 现在进来的啊 没有给我们点关注的 这里关注 帮我们点一点点了关注的 可不可以加一下我们的粉丝团 我是少数民族的 我是姨子姑娘啊 我是四川这边的啊 我是小梁山的哈 我是四川乐山的 没有给我们点关注的 这里关注帮我们点一下啊 能点一个算一个 然后我旁边的是凡哥 凡哥他是福州福建的啊 福建福州 福建福州的 福建福州的 我住在海边 你住在山上 我从海边来到山上找你 哦好 然后他们凭什么要给你点关注 你要说一下 凭什么要给我点关注啊 你们要给他们福利啊 哥姐们你们给我点一下关注啊 有一句话是他们都说的 点关注不迷路啥的 你们点了别人关注有可能就迷路了 但你们点了我的关注 你们不会迷路 点了我的关注 你们不会吃亏 不会上当 因为在我这呢 我是一个实实在在人 凡哥都比我还实在 然后你们在我们这边 我们给你们带一些农产品 带一些商货的话啊 我们说做福利 那么就是纯纯的福利 那就是贴了贴了钱的 但是 如果说你们来到我这里 我要是挣了米的 我可以跟大家说 我这个能挣一米两米三米啊 我会直接跟大家说 啊 然后 我带的是一个什么样子的货 我带的是一个就说 啊 这个是 呃 诚实很诚实 然后 凡哥每一天都会给大家拿一个品来给大家做福利 哪怕是就说 一两百的两三百的福利品也好 哪怕就是说 九块的十块二十块的福利也好 凡哥每天都会拿个品给大家做福利 有没有像我们这么做的这个平台 没有吧 是不是啊 我们不能说 我们每一个品都做福利 每一个品做福利 我们做不 那个啥 就算凡哥他做得起 我也不让他 去做每一个品的福利 所以呢 没有给我们点关注的 这里给我们点一下关注 然后 嗯 点了关注的 啊 福利你说上哪个 下一波 点了关注的 这里给我们加一下粉丝团好不好 说话还是 我说话还是很爽的 是不是 谢谢谢谢 看得出你很干脆 我就是太过于干脆了 有的时候知道吧 为了生活加油 没有办法吗 是不是哥姐吗 然后没有在 没有给我点关注的 在这里给我点一个关注啊 在这里给我点一个关注啊 其实每一个啊 每一个哥姐姐美 我们每一个朋友的就是生活啊 其实每一个生活 每个人生活他都没有那么那么的容易 对不对 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在为生活而去努力 为生活而去加油 为因生活而生活着的 对不对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给主播点关注的家人们 给主播点关注主播以后 带你们就说 说一些正宗的 真正的哈 山山的东西哈 不管啊这边卖的是那些辣肉 也是正宗的辣肉哈 因为你只要吃过一次就知道了哈 你说的很对 我并不是因为会讲会说 我才你们才会觉得我说的对 而是我是呃 跟着这个事实去求是的 事实是什么样子的 我就是怎么样子跟着去说的 知道吧 没你我既然看你们视频 好谢谢啊 谢谢谢谢 看一下帅哥呀 下雨了 下雨了 下雨了你蹲一下 拿进来一点 他就不帅了吧 哎 可能要远一点 不然太近了的话会那个啥 会太亮了 就这